本分局榮金發揮所同仁,今天29號受理一件疑似請到廢棄土的案件 受理之後在17點左右前往榮景區榮昌路一帶 來調閱路口監視器,來釐清整個案件 我們同仁前往現場的時候發現有三名男子在現場逗留 看到之後立即前往盤查該三名不明的身份男子 其中一名男子見園景預盤查的時候立即開車逃逸現場 園景見撞之後就立即敲破駕駛車窗來制止 那期間遭到該車拖行大約幾公尺 那另外一名在現場的同仁見撞 朝該車車胎來開了五槍制止 那本分局獲報之後立即派員前往現場支援 那該名受傷的園景輕微的擦撞受傷 並沒有生命的危險 該三名男子已留在現場的兩名 我們分局已經帶往拋鎖離去他的身份 跟在現場的一個翻案的動機 那逃離現場的另一名男子 目前我們警方已經掌握其身份 跟行蹤目前正前例的查期當中 瞭讓它關上 交換 感谢观看